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这辆车好巧不巧的就抛锚出了一点事 所以才被众人知道车上的乘客还有一位年轻人 他就是尚未出道的李瑞珍 这让很多人浮想联翩 顶级女明星和吴明男到底是怎么回事 出身相当不错的李瑞珍 似乎也没有蹭顶级明星热度的迹象 在之后的采访中 他说与沈银河只是熟识的关系 许多传闻中都提到这位是富三代 因此恭维他家境富裕 所以在真人秀的节目中 也总是为他打上大少爷的标签字幕 而他本人却说 如果他真的如同传闻中那样有600亿韩元的身家 就没有理由出现在电视上 毕竟在美光灯置下 还真的是很辛苦的 尽管他本人可能并没有600亿身家 这么多的现金可以拿出来 但是他的家族确实是名门望族 李瑞珍有一个姑姑 正是LG家的儿媳妇 与财阀有姻亲关系的李瑞珍的家族 似乎就可以得出 李瑞珍离财阀的距离并不算太远 家世背景惊人又如此帅气的李瑞珍 感情却一直是一团迷雾 但其实早在2006年 李瑞珍搭档金廷安主演《恋人》时 两人就隐戏生情 成为了现实中的情侣 但正所谓豪门身似孩 李瑞珍的家世背景显赫 母亲当然也是贵妇一名 这种豪门家庭 多数都不愿意接受女演员成为媳妇 据悉 当时李瑞珍的母亲 嫌弃与金廷安配不上儿子 竭力反对他们的婚事 因此 李瑞珍与金廷安 常常为了母亲而发生争执 两人也因为这样 而隔阂越来越大 刚好那会儿 李瑞珍父亲又去世了 孝神的他为了不忤逆母亲 只能忍痛与金廷安分手 最终 相连两年的两人就此结束 他们宣告分手后 李瑞珍马上就去香港赛星 可见这段恋情的结束 给他带来了很大的打击 后来他接受采访时也说 绝对不会公开分手原因 现在很少在荧幕前出现的金廷安 也在2016年嫁给全外人 过着幸福平淡的生活 而与金廷安分手后 李瑞珍一直保持着不婚主意 或许曾经的他也是想过结婚的 但是 拿现子的感情观 也因为这一段难放的感情 而有所影响 在华美男形象之后 与同聚女演员金廷安 相恋过的李瑞珍 又因为分手不当 而有了一个复兴男的形象 李瑞珍的第三个形象 绝对是罗音熙赐语的 动不动就黏着李瑞珍的罗音熙 完全忘记了 自觉也是有2400万年收入的 超级PD 两只小眼睛 跟随李瑞珍的身影专友 深刻地诠释了 什么叫做仰慕 但愿 在综艺节目中 获得的第三个形象 李瑞珍能用他的戏剧表演来打破 获得第四个形象 在与金廷安公开恋爱前的2005年 李瑞珍和别人有过绯闻 对方就是当时很有名的歌手李孝丽 两个人通过演艺人金济东的介绍认识了 2004年一起拍了三星手机广告变熟了 但是之后 李瑞珍出现在李孝丽侄子的周岁宴上 还是当场唯一一位艺人 就让他们的绯闻吵得更热了 另外 他们还被网民们翻出了有卡通人物的睡衣 之后 李瑞珍和李孝丽 还有被拍到在日本街头牵手的照片 两人的恋爱已经是继承事实了 之后 还有结婚的传闻 李孝丽父亲通过舆论提到 最后一次见李瑞珍是在周岁宴了 两个人的关系也没有啥特别的 对于当时的传闻全面否认了 之后 李瑞珍在NBC电视剧《李算》中 与一起出演的演员韩志明 也传出了绯闻 不仅在剧中 在现实中 两人也是默契满分 所以 他们的绯闻也被吵得很热 在该作品结束后 两人在私下或是公开场合中 也相处得很好 所以经常会有人怀疑他们的关系 李瑞珍有说过 想和性格好的人结婚 李顺仔回答他说 在我见过的人中 韩志明最善良 李瑞珍除了跟金婷恩的公开恋爱之后 还有跟李孝丽 沈恩和 韩志明等数一数二的美貌美心 都传过绯闻 但是没有公开承认过 再之后 就再没有他恋爱的消息了 2015年 李瑞珍与崔志明 一同参加了综艺《花样爷爷》 其中 崔志明与李瑞珍两人并肩站着 互相对视的感觉 有种暧昧的小粉红气氛 两人也因之间亲密的互动 被很多网友误以为是一对恋人 两人甚至还有不少的CP粉 最终 崔志明并未与李瑞珍在一起 而是与自己的圈外男友结婚了 近些年来 李瑞珍拍戏的频率虽然降低了不少 但是 几乎每一部都是上场之作 2014年 李瑞珍搭套《惊喜善》出演真是好时节 该剧讲述了 女主角与时隔15年 返回家乡的初恋男友 重逢后展开的故事 剧中 李瑞珍饰演有着天才头脑的江东硕 他是有着贵族气息 又傲慢难搞的检察官 2016年 李瑞珍 金佑珍出演《结婚企约》 剧中 他饰演著名食品公司会长的二儿子 韩志勋 因为剧中精彩的表演 改剧也收获了不错的收视率 而这几部作品也让他的人气 变得越来越高 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喜爱 而这样的李瑞珍 可以说是绯闻绝缘体 几乎没有什么发片新闻 大江也都熟悉他的个性了 他怕被管也不喜欢受到约束 目前是完全享受一个人生活的状态 就在2020年 据韩国媒体报道 演员李瑞珍捐赠了一亿韩元 被捐赠机构透露 李瑞珍在捐款的时候表示 因为自己经常受到大众的喜爱 所以也要回馈社会 即使是微弱之力也要去做 国真是心善的李瑞珍 因为他的博学聪明风趣 粉丝们称他为后现代美大叔 最近有李瑞珍领先主演的戏剧 《那颗朴院长》已经上映 改剧是他出道23年首度挑战喜剧题材 为了带给观众反转的魅力 他不惜抛下包袱 自告奋勇 提出想要还原朴院长的光头造型 官方近日释出画报拍摄的幕后花絮 比起光头造型 他更在意被抢风吹到好冷 不改冷面笑将的说话方式 逗笑所有人 《那颗朴院长》改编自同名人气漫画 由李瑞珍所饰演的朴院长 是一位港独立创业的菜鸟医生 每天为诊所门口罗穴的赤子维基所哭闹 他是假发为自己的分身 即便在家中也绝不脱掉 制作单位日前惊喜公开 李瑞珍变身朴院长的四个步骤 只见化妆师费尽千辛万苦 才还原漫画角色 导演徐俊范也不住大赞 其实对男演员来说 要以这个造型上镜很难 没想到反而是李瑞珍先提出 要还原朴院长的光头造型 还说了 如果观众看到假发飞走 应该会很有趣的提议 自立行间流露对演员敬业态度的 振可和敬佩 影片里 李瑞珍依旧保有碎碎念的傲娇性格 嘴上喊着不想做 实际上都乖乖着做 他耗时许久 打扮成光头造型 当看见剧组准备发片 掉在头上方时 再度唠叨抱怨 反正你们又不会用 但当摄影师按下快门时 他还是露出专业笑容 配合发片飞走的爆笑情景拍摄 最后他不改冷面笑将的说话方式 喊着好冷好了差不多了 为画报拍摄画下了完美句点 那颗嫖院长不仅演员阵容坚强 宣传活动也都超有梗 南韩地铁也能看到戏剧宣传的广告看板 拨打号码还能收到 预约成功提醒收看的通知简讯 感兴趣的一定要去看 他虽然有很多小毛病 但是不招人烦 反而是个魅力 更是他个人魅力的加分点 也有媒体这样评价他 眉毛展开的时候 他有着一种霸气 周期梅桃的时候 有点沉寂 有点犹豫 还有健康和正义 正是这种气质 让李瑞震看上去 时而温暖 直行 时而威武 强悍 他虽一脸严肃 但也充满童趣 同时对前辈 也满怀尊敬 而我也相信 正是因为这些品质 李瑞震 才得到了这么多粉丝的喜爱 最后也希望 李瑞震 早日找到那个对的人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咔咔的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了